欢迎各位前来参加 我为全子举办的归国宴 名为欢迎会 实则全子不才 在国外混了一个学位毕业 不值一提 主要是我们各位 许久未见 以此为由 我们欢聚一堂 痛饮一杯 干杯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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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二位老板 大家光临 不胜感激呀 客气客气 许局长 真是可喜可贺啊 许公子学成归来 警察局又添了一元虎价 什么虎价 洪老爷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最近洪家的生意怎么样 陈邦许局长关照 洪家的码头 舞厅还有赌场 都是生意兴隆 好啊 林老板这边呢 非常感谢许局长你的帮忙 我们又多开了一家百货公司 跟一家电影院 可喜可贺 来 感谢 感谢 许局长啊 既然星城海外学成归来 又在警察局谋了这么好的差事 这俗话说得好 男子汉去仙城家再离 你看看洪兰和星城的婚事 是不是 当然 当然要提上日常了 这点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 私下离也没少撮合他们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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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呢 也给你的洪大小姐 旁敲侧击一下 毕竟现在年代不同了 我们要尊重他们年轻人的想法 那是 那是 徐局长观念心派 做事细 我是个粗人 这点不如你 什么粗人哪 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 来 林老板 再过几天 就是星元的二十岁生日 这生日一过 星元和林公子的婚事 是不是也该提上日常了 这个 当然 当然 好 来 为我们东江三大家族的联姻 干杯 干杯 今天你是这里的主角 你不下去招呼客人 在这儿傻愣着干什么呢 你说 这龟国宴是为我办的吗 我看主角都在下面聊天呢 这个龟国宴当然是为你办的呀 我刚才听见了 听见你爸还有个义父 他们都在商量你跟兰兰的婚事呢 陆复生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硬要把我们凑成一对啊 怎么是我硬要把你们凑成一对呢 你自己想想啊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兰兰是我最好的妹妹 你俩在一起 那不就完美了吗 再说了 你俩丁青的事啊 早就在 长辈他们心里有数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你明明知道 他不是我的菜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什么 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对啊 你喜欢谁啊你 你这刚回国没几天 你又没认识这个人 你喜欢谁啊你 你这借口也太假了吧 我 你们俩躲这儿瞎聊什么呢 下面要陪他合照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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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红大小姐和许少爷 靠近一点儿 再靠近一点儿 你再笑一笑 哼 你笑起来也没多好看 跑不到哪儿去比你强 好 比我强 还死乞白烈地要跟我结婚 谁又跟你结婚了 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这个想法 我出国就是为了夺着你 你还想要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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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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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三二一 爸 你就消消气啊 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 就别生我的气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我惹事 你让爸爸的脸往哪儿搁呀 我这不是已经跟你道歉了吗 你还就不依不饶了 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许星成 人家也不喜欢我 你怎么还让我 上赶子往他那儿去啊 想娶你女儿的人多了去了呢 想娶我女儿的人是多了去了 但是能配上我女儿的 那可还真不好找 谁说的啊 我倒觉得有一个挺合适的 谁啊 你不撮合我和许星成我就告诉你 那不行 万一没有许星成优秀呢 我可不 我选的人肯定比许星成优秀得多了 我还是觉得许星成好 你 说白了你就想让我嫁到许家去 听人家使唤呗 你这话说的 你怎么能听人家使唤呐 我今天看出来了 你把许星成欺负成那样 将来嫁过去 肯定拿得住的 吃不了亏 我 我不跟你说了我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不吃 来 来 义父 您吃点 你看看这孩子 那儿不是您惯的 是啊 兰兰还因为星成的事 跟我闹情绪呢 你说许星成这孩子吧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知根知底 虽说人哪 愁了点 单纯了点 但毕竟还算是个实生孩子 总比那些不知根 不知底的要强 再说了 有许家做后盾 也算门当户对 兰兰嫁过去 也不会吃亏的 刚才兰兰跟我说 好像看上了什么人 你天天跟他在一块 回头帮我打听打听 看他看上谁了 知道了 义父 附生啊 你有没有看上义中人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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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附生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虽说你是我义子 可这么多年 从小到大看着你在我身边长大 在我心里 我早把你当亲生儿子 你的婚姻大事 我也一直操心哪 那您操心了 但是我 我现在吧 就还没想这些事 我总觉得这些事 离我这样的人 还挺远哪 也是啊 你这样的人 我这样的人 现在的你 跟当年的我 是何其相似啊 我们这样的人 想要给爱的人安全和幸福 真的是好难哪 本来想趁着这次宴会 好好地和许佳促进一下感情 没想到兰兰这么一闹 让许日安脸上挂不住 让我在林道山这儿 也丢尽了脸 还有啊 就是许日安说 等许星元过了二十岁生日 就要跟林七凯完婚 我们必须赶在这之前 让红兰和星成把婚结了 义父 不 我们一直和林家 是金水不犯河水的 这些事 你将来会明白的 你的短子越来越大了 竟然在东江 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 面前胡说八道 你眼里还有没有账备 还有我这个父亲没有 爸 你怎么突然提出我和红兰的婚事 你有理会过我的感受吗 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儿女的婚事本来就是长辈决定的 咱说红兰哪里不好 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 根本就性格不合 你跟她不需要有共同语言 你只需要拿下她 爸 女人不是工具 女人不是工具是什么 爸 你这样根本不讲道理 就是因为你一而在 再而三地撮合我们 才让我对红兰更加没有感觉 恋爱应该是自由的 我可以选择红兰 也可以不选达 红兰也一样 她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你自诩开明 可是你现在的做法 和那些封建的大家长 有什么区别啊 你哪里是为了我们好 你根本是为了红家的势力 为了满足你个人的野心 只有野心才能让人进步 你和红兰的事 也不是我擅自决定 而是你作为许家儿子的命运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运 那我宁愿不当许家的儿子 轰道 少爷 少爷 让我出去 少爷 少爷 爸 你是要把一个好好的家 变成监狱吗 只要我想 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好 我让你出去可以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是吗 第一 你要把你的时间 都用在接触红兰 好好培养你和未婚妻的关系 第二 明天你就去警局报到 准时上班 第一 我不会娶红兰 我要娶我心爱的女人 第二 我也不会当警察 我要当个医生 心爱的女人 谁啊 我现在还没有 但就算我有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 好 那你就在这儿 好好想想吧 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出去 你来干什么呀 我找天鹰姑娘有事 天鹰 有事跟我说就好了 你是天鹰吗 你 有什么事 天鹰姑娘 让开 天鹰 哥 我得去趟罗浮生那儿 罗浮生 他叫你干什么呀 不错 不错 春象并飞 无道远离 怎俱春色日续 我跟你们说啊 在东江 有人去过戏园子 有人来过咱们美高美 但是 在咱们美高美听过精细的 我是第一个 你们是第二个 而且我跟你们说啊 天鹰 现在就是我们全东江 叫的最小的名者 哥 才强这么肥的大螃蟹 还真是牛到没朋友啊 初生哥 你怎么就觉得 这天鹰唱得这么好啊 你听嫂子啊 所谓手眼身法不和谐 说的就是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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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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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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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有事出几个了 你今天就唱到这儿了 待会儿让他唱完之后 吃点大螃蟹再走 嗯 走 嗯 嗯 幻觉 出现幻觉了 是不是血糖太低了 嗯 嗯 嗯 出现幻觉 那幻觉的话我就自己吃了 哎哎哎哎 哎哎哎 骆夫生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你好妹妹过来告诉我的 要不然你在这儿饿死了我都不知道 还是心愿对我最好 你怎么光说你妹妹呢 我对你不好啊 啊 我可是拼了命翻过阳台才给你带 带 带好吃的过来的啊 嗯 味道怎么样 嗯 你看你把你自己弄的 啊 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 你废腿绝食 你逞什么能干你啊 空的 你爸也太狠了吧 啊 一口水都不给你喝 这 他 你是他亲生的吗你 我也怀疑呢 他对儿子都可以滥用私刑 执法犯法 执法犯法 你 你报警抓他去 我抓他 他不抓我 我就感恩了好不好 哎 这是什么呀 哎哎哎哎 你看什么啊 给我看一下又怎么了 给我看 你别侵犯我隐私啊 别跟我爸同一个形式 我侵犯你隐私 行行行行 我侵犯你隐私 我错了 我跟你赔一道歉 我现在立马就走 行吗 你自己留在这儿 慢慢抗争吧 哎哎哎哎等一下 你下一次啊 给我带一些炒年糕 小笼包啊 还有什么 你没完了是吧 还真把我当成送外卖的了 走了 小心点啊 知道了 别打瞌睡了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啊 好 你说 我听警局的人说 有个叫天鹰的姑娘 拿了一个钱袋去咱们警局赎人 你猜 数的是谁 谁啊 要数咱们许少爷 还一脸着急样 真是太搞笑了 这人 哥 还给我 这手链 是谁送给你的 我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 天鹰 从小到大你根本就不会说谎 现在竟然对我撒起谎来了 这手链那么贵重 怎么可能是你自己买的 说吧 许心诚还是罗浮生 罗浮生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呢 那就是许心诚了 不愧是警察局长的公子 出手就是阔处 他买手链的钱 一定是从明知明高中搜刮出来的吧 肯定不是 哥 虽然许心诚是警察局长的公子 但是他跟那些坏警察一点都不一样 他很单纯也很正直 正直 天鹰 他跟你怪什么迷魂烫了 许心诚这种人一定约人无数 他能给你送手链 同样也可以送给其他女人 还有 那个罗浮生 他今天又为难你了吧 没有 别别瞎话 天鹰 我警告你 以后离罗浮生和许心诚这样男人远一点 小心营火烧身 失了明警 说什么呢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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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站住 这谁啊 好像是洪家大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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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啊 我怎么来 我还想问你呢 不在美高美 跑这儿干什么呀 我 我听戏啊 听戏 姑娘 你往那边站点 你别站那儿啊 你别站那儿 怎么看戏呢 你咋着我们看戏呢 就是啊 你那是裤子 我 我 我ả地 Kristin 走 慢慢 蔺澹 有什么话我会要吹说啊 有什么话 不能在这说 走走走走 坐下 走走走走 走 我这什么人啊 真没素质 你都说人了 就是啊 这太疼了 罗副胜 罗副胜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你给我松手 叔 你当你来这儿干吗 到这儿来 当然是来听戏来了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耗这一口了 耗这一口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耗哪一口 是不是看上人家 唱戏的小妖精了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你也知道 现在舞厅生意不好做 我这也是帮双姐的忙 带她们出来听听戏 提高一下她们的 文化素养 文化素养是吧 对啊 那你说 这戏名字叫什么 你说这故事讲的是什么 我 我 好啊你们俩 罗文夫是 大师 行了行了行了 今天文化素养课 就上到这儿了啊 我带她们回去上班了 走走走走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为什么天天来这儿 是不是看上人家 唱戏的小姑娘了 没有的事 我 我算是知道了 上次她故意招惹你 然后你就天天念着人家了 现在外面的小姑娘 心眼可真够多的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你心虚了 我心虚 我有什么可以心虚的呀 这事真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那道理是哪样 行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从小到大呀 一直做一个噩梦 我反复地做 反复地做 我从来都没睡过一个好觉 结果听完她的戏之后 你才怎么着 回到家里面 马上就能睡个好觉 所以我晚上没事就过来听她的戏啊 编 继续编 现在戏听多了张口就来是吧 我没编 我说的是实话 你这么聪明你想想啊 如果我真的喜欢这个姑娘的话 我干嘛带孟璐她们来啊 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再说了 我罗浮生怎么可能开上一个戏子呢 我就算要找 怎么也得找一个 跟我红蓝妹妹差不多的呀 是吧 我就说吧 这戏子配你啊 差个十万八千里呢 就是 差得远哪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 时间正好 走 我请你吃西三姐 坐进车 好啊 但是我要走路去 走路去 不是有车不坐干嘛走路去啊 我不想坐嘛 走不走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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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带孟璐 走 走 走 老爷 您觉得我这手艺怎么样啊 不错 有进步 吃饭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跟福生哥去吃饭了 还有谁啊 就我俩 去星辰没去啊 他要是去了 我才不去了 我说我真是搞不懂了 你怎么对许家少爷 一直都有偏见 因为许家少爷 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一点都没有男的气感 我还是喜欢 像我们俯升哥这样的 其实你不懂 对吧 这个男人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说吧 什么事 我想过两天 在美高美办个舞会 你不是前一段时间 刚办过一个舞会吗 那个不一样嘛 这次人家想办 西方流行的化妆舞会 化妆舞会 要不 到时候我帮你 把许昕成也叫来 怎么样 你刚才不是说 还不喜欢人家 这会儿又要叫上人家 那我不是为了 让你高兴高兴吗 行 虽然爸爸不知道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只要我女儿喜欢 爸爸全力支持 谢谢爸爸 爸爸晚安 去吧 化妆舞会 阿福 我回来了 来 我有话跟你说 哎哟 哎哟 哎 看住 看住 我有话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上一次呢 许昕成让我下不来台 这一次呢 我要在我的演会上 抱一剑之仇 到时候呢 我爸就会发现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比较之下呢 还会发现 还是我们福生哥最好了 对不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哦 我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对了 这段时间我不在 戏院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怎么听到一些 咱们戏班里的风言风语啊 师父 其实我 爹 现在咱们戏班唱戏啊 场场都爆满 自然有人眼红 风言风云肯定少不了的 您就放心吧 马老板很照顾我们 也再没有人骚扰过我们 所以您就在这儿 踏踏实实养病吧 你说的是真的 听说的都是真的 爹 这都是托了您的福 嗨 托我什么福啊 爹一把老骨头了 不中用了 依我说呀 咱们戏班呢 都是托了天鹰的福啊 爹 您这么说 我哪敢当啊 真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啊 那像当初 就你最不爱学习 电工呢 也没有你哥哥一半刻苦 到头来呢 你却先一步成了绝了 师父 是您教育得好 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你啊 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天分 不要被那些邪气邪霸的东西 给带跑偏了 记住 学系呀 要先做人 可不能攀附权贵啊 是 师父 哥 哥 媛媛 有你一封信 这是谁给我的啊 不知道 爷 妹妹 我要去面试了 太好了 二十号下午两点 带个人简历和纸笔 去仁岸医院 二十号 那不是今天吗 怎么这么晚才到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和犯人一样 被关在监狱里面 连门都出不去 我怎么去面试啊 有了 有了 进来 福生哥 馨媛 你怎么来了 福生哥 我哥让我给你一封信 他是不是又嘴馋了呀 不会连菜单都给我写好了吧 太过分了吧 你放心吧 有我在 耽误不了你哥在医院的面试的 嗯 对不起 对不起 您不认识我吗 洪家二当家的谁不认识啊 认识就好 哎哎哎 二当家的 不好意思啊 局长交代了 任何外人都不让进去 外人 谁是外人 我 我是外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洪徐两家 马上就结为亲家了 我怎么成外人了 啊 再说 我告诉您啊 是你们家许局长叫我来的 是他叫我来 确实是你们家许大少爷的 我要是成功了 你俩就不用在外面守着了 对不对 我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个这个的 嗯 来 拿着 拿着 许局长是个爱面子的人 对吧 他要找个台阶下 所以 让我找一个 踏步在家的时间过来 我要是成功了 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吗 对吧 再说了 有你们两个在这守着呢 谁也跑不掉 那 那好吧 就十分钟啊 没问题 懂事啊 你怎么才来啊 现在几点了 我在医院面试都来不齐了好不好 今天天气不错啊 你说我大白天呢 冒着生命危险 到一个警察局长家里来接狱 你许他少爷竟然还嫌我来得晚 着急啊 着急你学我从这儿跳下去呗 这不来得快吗 是吧 好好好 我有你这两下子 我还用求你吗 我跳下去我不是面试 我是接腿了好吗 说得也是啊 罗大侠我求你了 你打人不及小人过 你帮帮我这个医学青年好不好 你说什么你你你求我 我求你 什么你你求我 对对对我求你了 你真的求我呀 我真的 那你要是求我的话 那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一凉身好汉 跟你这种洋学生气叫什么呀 是吧 对对对 那这样 我们现在 来谈一下交易 我要是帮你许大少爷粤语成功了 你给我什么好吃啊 我 我只要通过面试 拿到了粤心就给你买 买什么 买生间 不买一床的 行不行 一床生间你就想打发我呀 哎呀罗伏生 我真的来不及了 好好好 我帮你 谁叫我是你许星成的兄弟呢 是吧 对 来 干什么 脱衣服呀 你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脱呀 真脱啊 废话 你还想不想去面试了 你快点啊 紧 出去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屈服的 你们这样帮着我吧 你就不是我的好兄弟 好 我走 我走 你居然这么不给我面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 顺便好 顺便 来 麦花啊 小雯 姑娘看看啊 小雯 成功了 别啊 别啊 好了 哥要走了 要不然 再晚点赶不上便室了 麦花 在这 对了 记得啊 等下回到家 地要问 什么都知道 好 哥 加油 唉 mee 赶快 哎 吃点水 utos 煮